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聚精惠神的勾勒设计图 拥有许多发明专利的成昭光 一投入工作便散发出自信从容 过去的他也曾是个走迷偏差的少年 出社会后又因不懂设立停损点 因而过度劳累引发急性血癌 尽管靠着信仰力量度过危险的化疗 但康复后人就摆荡在不享受拘束 和上帝慈神爱所之间 最终因为上帝不放弃的带领 让他痛定思痛重新扎根信仰 立志活出积极有目标的每一天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的这位来宾 是一位蛮年轻的发明家 而且他发明的东西就是一些很日常的 我们很常会使用到一些东西 所以说不定大家都有碰过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欢迎赵光你好 嗨 家主你好 我是赵光 所以我们现在在桌上看到有一个壶 还有一双筷子 两双筷子 这就是你的发明对不对 是 这个壶真的很常看到 它有一个我的专利的结构 是 它是用一个拇指 可以控制水 那绿茶的水量的大小 而且不用接触式的帮每一个人倒茶 那不然你帮我们拿我的杯子 对来就旋转一下拇指 停 再转 再加一点 所以这真的 现在讲不会接触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是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筷子有什么特别 不就是一双筷子吗 是 对啊 其实你这样子现在就看得到 它其实是浮在半空中的 它就不用筷架了 哦 所以也是跟疫情有关的发明 其实它还很多技术在里面 不管从重量的平衡啊 角度的计算啊 人体工学啊 这材料很厉害 它是玻璃纤维的 所以它拿起来很轻 对 然后它的力量很够 嗯 我真的没想到 就这么简单 就是一双筷子 对 里面学问这么大 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发明东西吗 嗯 对了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做一些 拆东西 拆东西 然后看它到结构是怎么样 原理是怎么样 嗯 我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就是同学都有那个双色笔 红色蓝色 按钮按下去就好 但是那时候我们家是用 就四块钱的玉兔原子笔 嗯 然后我就把 我就用美工刀把玉兔一支笔 把它刻成两个轨道 然后再把笔芯伸出来 变成 变成就是手柄 哦 所以两支红色蓝色就装在一支 玉兔原子笔里面 然后一支四块钱 两支八块钱 卖同学 十块钱 你还拿来卖哦 对 因为我的成本嘛 哦 哇 所以你不但是喜欢 喜欢这种拆解啦 而且你还有商业头脑 当时是好玩 好玩哦 然后也觉得同才之间 可以做这样子的互动啊 然后他们也那个新鲜感 或者创新也觉得自己 很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小时候家里头环境 是鼓励孩子这么样的 有创意吗 其实并没有耶 但是其实小时候家人 有看中我画画 嗯 但是主要还是成绩 我的爸爸就是 是一个中学老师 哦 对 我们家比较是 儒家世代夫的观念 所以家里头的背景 爸爸过去 你说是中学老师吗 我爸爸其实是 49年过来的 就是抗战青年军 而且他其实他是 拉小提琴的 拉小提琴啊 他是一个 也是一个音乐家 会跟团一起演唱演奏会 哇这么厉害啊 我们小时候每个小朋友 都要都要拉小提琴 我爸爸也是一个制琴师 哦 他帮我们每个小朋友 做了大概 有的两把琴 有的三把琴 你家孩子几个啊 这么多啊 五个 五个孩子啊 那你是排行 我排行老四 但是老五 跟我是双胞胎 就是爸爸一个人工作吗 一份薪水 还有我妈妈 妈妈在中华电信 在电信局 那时候电信局 哦 要不然在过往 你说中学老师 薪水其实不会太好 对 这么多口人要吃饭 但是我爸爸很有意思他 他其实大陆有姐姐 所以他其实一部分薪水 是寄回去帮助姐姐 然后我爸爸 周末或者寒暑假 会到偏远的学校去教书 然后主要其实 我妈妈后来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在 我妈妈在经济上的薪水 才是主要养活我们的 哦 但是爸爸给我们非常多的爱 但是经济上妈妈又非常地打拼 那爸爸会不会特别重视 你们读书成绩表现 因为爸爸自己这么优秀 其实会 要求 而且很期待 很期待 但是我确实 那时候很喜欢 在外面玩耍 不管是跟小朋友 就是玩游戏 或者说在工地里面 从一些砖块 盖房子 或者做成骨牌 然后书其实都没有念好 但是常常给家人 做一些破坏的动作 不会往你刚刚自己讲 我曾经把我爸爸一台大的收音机 因为放着 就扯到电线 它就摔下来了 一摔 那时候大概国小六年级吧 发现里面的主机板都断了 裂开来 后来我从里面的线路自己去找 偷偷地把它焊接 每一条线 断掉主机板每一条线焊起来 然后最后还发现板子分成两层 还要把前板和后板 把它再串结起来 竟然就恢复正常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所以可能成绩不是很好 但其他方面很厉害 其实闯了一些货 都有暗地里把它 修复回来 所以很会捣蛋 很劈 然后功课不是那么好 像以前都要考连考 会不会就要重考 吃了很多苦头 有了真的 我在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就重考了 就考不上了 那时候其实我爸爸退休了 那一年有退休金 就拿退休金给我们去 那时候我弟弟也重考了 他跟你一起倒战 对对对 我们一起到台中的补习班 住补习班住了一年 陈昭光在中学时 因为遭受霸凌 让他想借由使坏来保护自己 并得到同侪认可 差点误入歧途 小梅姐 好久不见你都没什么变 我回忆起以前那时候 在剧团大家一起生活 然后一起有一些就是 那时候我们是学生嘛 然后给就是学生的辅导 带不管是课业 生活 生命 然后圣经 还有陪伴 后来因为考上亚东工专 加入学生团契 跟着剧团演出圣经故事 参与道具制作 奠定了基督信仰的基础 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很有创意的 可是对于一些学校的课业方面 他某一些科目他并不是那么的喜欢读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对于读书这件事情 其实是需要很努力的 他们小时候被霸凌 我好像以前就听过 可是我那时候人在外地读书 所以我好像那时候也没有很 我小时候都是爸爸保护得很好 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 掌握到那种被霸凌的辛苦 这点真的是有点 有点觉得很遗憾 很亏欠 我爸那时候跟他之间的那种影响 所谓的庭讯 就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落差 对 那他们就会比较需要同学的认同 或者是社会 好像觉得跟上社会这样 就是警方联络我们家庭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 就是跟家人一起祷告 就是觉得说神会帮助我们这个家庭 对 然后我好像我也觉得说 他们从国小到国中这段时间 我好像都比较不在他们身边 也觉得有点亏欠 曾昭光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小的时候鬼点子很多 但就是不爱念书 后来国中考高中没考好 还得要再重考一年 那其实中学阶段对你来说 人生当中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对 一个时候 那时候是叛逆期 然后又刚好离家住校的时候 因为都在外面嘛 所以就学坏了 然后一部分其实也跟国中那时候 有一些霸凌的情况 其实因为我们是外省家庭 然后我其实小时候 国中的时候我们都讲国语 到了国中 大家其实讲闽南语 讲台语的 是 其实他们对双胞胎 还有讲国语 还有外省 是会稍微有点 特别注意 对啊 就喜欢玩弄我们 我跟我弟弟常常在一起嘛 就会弄我们啊 把领子刻意弄开来啊 或者把衣服这样扯开来啊 会去动手 对 然后你如果有反应的话 他就觉得你挑衅他 就会趁机打你 对 然后讲一些挑衅 或者说羞辱你的话 有真的被修理得很惨过吗 有一次 我弟弟被 被一个坏同学 偷偷地把他抓到隔壁班 是 然后有 有打他 嗯 我听到的是有人拿椅子摔他 然后我弟弟用手挡下来了 是 等到我看到的时候 他已经手背有个伤口 是 我记得那时候 我真的觉得想要报复 嗯嗯嗯 然后我找 从另外一个地方 拿到了一把牛排刀 嗯 我把它藏在脚踏车的一个 皮垫里面 嗯 藏着每天带去学校 嗯 那时候其实真的是 有打算要去捅那个人一刀 天哪 结果后来了 神第一没有赐下这个机会 嗯 第二就是那把牛排刀子的饼脱落了 我才发现原来没有地方可以抓 我才发现原来没有地方可以抓 我就把它丢弃了 哦 那像这样子 如果是一个长期的状况 又这么针对你们兄弟两个人的话 學校老师没有发现吗 还是你有跟家里头讲吗 其实都没有 我那時候只覺得好像要學壞 講出他們的口吻 然後敢做壞事 會得到一些尊重 認同 對 那真的行為有開始出現一些偏差的狀況 所以重考的時候 我重考的時候就開始就是 就是跟一些 通常考不上的都是一些壞同學 然後我剛好重考班 是成績比較差的那一班 但是我弟弟在比較好的那一班 後來他有考考 生活班也有分A段班B段班 也有 對 然後我有一次生活被偷了 被可能不知道哪一個 被人家偷了 對 被偷走了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那我就去文具行偷東西偷回來 有一些筆啊 叉子啊 文具啊 想說也可以幫家裡省錢 還想說幫家裡省錢又偷的方法 對 就給自己一個合法的借口 合理化 對 然後投得到的東西再分給周圍的朋友 嗯嗯 就覺得好像受到重視或者 對 後來更大膽晚上半夜還偷偷從五樓爬戶外的鐵網爬到一樓 半夜都跑出去鬼混 鬼混 還做些什麼事 對 因為那時候對一些機械啊 對一些有點概念 就知道怎麼開鎖 就開了別人的摩托車 哇 然後開始騎出去玩一圈 在台中也有一圈再騎回來 但這樣的偷切行為 有曾經失封被逮到出事過還是 重考的時候其實沒有 後來我到了 到了我念的那個技術學校 第一年的時候 我本來也是想要如法炮支跟同學這樣子互動 結果就在那一年的暑假我就 對 我就被抓到了 偷了一些書啊 還有一些什麼宮崎駿的電影啊 還有一些文具啊 你那時候已經高職了對不對 高中了 這就是一個大人一樣啦 對 還好未滿18歲 對 雖然未滿18歲 就進了看守所 然後還要做保護管書一年 那其實那時候 其實家人都滿驚訝 非常的驚訝 非常的傷心 你自己的心裡頭 那時候是什麼想法呢 我覺得 我覺得 完蛋了 對 在家人一個 本來是乖巧好的形象 我覺得要全部 破滅了 對 讓他們發現我原來是這樣子的孩子 對 讓他們知道我原來做過這麼多壞事 甚至被警察抓 但是家人來領我的時候 都沒有跟我講什麼 都沒有責備我 爸爸也是 也沒有 我們都裝作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然後 當天領出來以後就 還開車帶我到 還有我弟弟 還有弟弟 到台中港 然後 看看海啊 吃吃海鮮啊 回到家以後 隔週末的時候 我姐姐再把 還買了很多文具 還把宮崎駿的電影 一套的都買回來給我 就是你偷的東西他買給你 對 我那時候其實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包容 還有就是這個愛是一個遮蓋 把這一切都當初沒有發生的接納 但是其實我自己會 很難過 心裡頭 對 但是之後我高中就完全就 就都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也不需要從這當中得到任何的認同 感受到家人真的很愛你耶 我後來就 就考上我很喜歡的工業設計系 喔 對 到了亞東工專 喔 這亞東工專也很特別 竟然就是有一個劇團 叫亞東劇團 它裡面都是畢業的學長學姐 然後有一個朱文傳道在那裡 帶領他們成立一個劇團 也成為我們學生的輔導 但是這個劇團其實就是一個學生團氣 喔 對 主要是帶領我們 然後透過戲劇的方式 很暑假去帶去幼稚園帶小朋友演戲 講聖經的故事 然後我在裡面就會做道具 我就把這些手作的 在這裏劇團做很好發揮 還有畫布景 畫一面好大牆面的這個布景 把它用就是 都是你喜歡的事情 對啊 然後跟這些大哥哥大姐姐 就是我的輔導 都感情非常的好 我也在那個時候受洗的 所以真的在亞東工專這幾年 對你來說是很被造就 對 然後得到了很多幫助養分 包含你在專業上面 你也很喜歡 是 在信仰上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有一群愛你的家人的一段事情 對 那時候我很熱衷在做這些專題 我就把 就是我們那時候四個人一組的專題 設計了一台盲人用的電腦 哇 但是因為其他的組員不一定有能力 或者有那個興趣 但是我非常熱誠的 就平平熬夜啊 然後做模型啊 然後設計啊 所以我還有把我的專題做出來 這真的是也 也讓我發現 其實我對設計 還滿無怨無悔還熱愛在其中 熱愛在其中 對 雖然很辛苦 對 但是讓你可以非常地投入 你很喜歡這件事情 是 一部分要做業務 要節電化 要做客戶服務 一部分要做就是 就是產品會有出很多問題啊 身材出問題 後來我想說 只有我生了一場重病 而且要很重的病 我才覺得 這才是我能夠放下的時候 這隻焦台其實叫做 巧兔焦台 但是呢 每個人解讀的造型都不一樣 當他把這個生出來的時候 有的人就覺得他像鬆鼠 所以這個尾巴呢 它其實就是裝膠袋的方式 對發明設計滿懷熱情 陳昭光很快地成立了工作室 一人包辦產品設計 到銷售的所有流程 加上維繫不易的遠距戀情 龐大壓力 讓他再也承受不住 他真的就是那種 為了工作焚高忌軌 然後晚上不睡覺 就是這樣子的人 他除了在工作上是這樣 我覺得 不只是在工作 他對於人的那種熱情 或者是那種助人的這種 行動力上面 也佔據了他生活當中 很大的一個部分 因為這是他的責任 他對於合作的廠商的一個責任 對於他企業老闆的責任 或合作伙伴的責任 在這樣的過程中裡面 其實我覺得呼應了他對朋友之間的關係 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裡面 尤其這幾年的交往 我覺得 當光把家人 把朋友當作是更重要的角色 在看待的時候 而燃燒了自己的生命 在這過程中裡面 他卻把自己的需要放到最後面 一般企業的流程 覺得很浪費 覺得一個人 少數人就可以搞定 覺得好像 部門間的那個 很沒有效率 所以他 他走向這麼精簡的 創業過程 也是他的 也是他的理想 他很難去 他那個感情的壓力 還有創業的壓力 其實都 都比較矜持 都不在家人面前表達出來 高光在念專課這段時間 不管是從信仰 或是他專業工業設計的 這個領域 都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滋養 後來畢業之後 是很快我們就走上了 創業這條路嗎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是先到一間公司先任職 還是有去上班 對 後來才一年而已 這個公司又決定 要到大陸設廠 所以我就跟著到大陸 就成為那裡的 就是 也是開發的經理 但是那時候其實遇到SARS 對 其實那時候的台商 在大陸都還蠻辛苦的 嗯 03年的時候 雖然有一點 就是 薪資還不錯 但是那裡的環境啊 還有就是剛好遇到SARS 所以老闆其實 並沒有把我安置得很好 然後我就決定 要離開那裡 後來回來台灣 剛好有一個學長 找我創業 也是亞東 就是亞東公專的時候的學長 找我一起創業 他是禮品公司 其實主要就是 透過我在大陸那時候的資源 設了一個辦事處去做採購 採購禮品 可以降低很多的成本 然後我又可以開創一些新的東西 後來因為其實一起合夥的成本考量 這位學長他就決定撤離 我就把這個公司 吃下來了 半年 合作半年就吃下來了 嗯 那時候你也才二十幾歲 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 就算是有一個自己的公司創業打拼這樣子 嗯 剛開始應該規模不大齁 對 其實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 嗯 我從禮品的業務 產品設計 產品開發 開模 工廠的生產管理 校總建裝處 嗯 然後一些就是甚至 那時候大陸 大陸就是負責採購 大陸找了一位 當初我在大陸認識的 一個安徽的一個女孩 他在那裡成立一個辦事處 他還有一個助理 嗯 後來他成為我的女朋友 哦 對 我們透過MSN 就是遠距離的 雖然我有時候也會出差 但是 不是那麼頻繁 對 有時候一年才去一次 哇 有時候最多一年去五次 嗯 對 見面的機會很少 嗯 但是我們其實天天在螢幕面前對話 見面 哦 好特別的一段戀情喔 這麼遙遠這樣子 然後雖然是同事 可是實際上 碰面的機會非常少 對 其實會產生一種 幻想的堅定 哦 幻想的堅定 對 因為那是一個精神層面的 嗯 所以你就會越來越相信 越來越相信的時候 就會想辦法把這個事業 還有這個兩邊的關係 做好做大 甚至是 就是要有一個成績 才能 我們才能夠更 更頻繁的見面 甚至最後 彼此的工作都可以有 其他的夥伴家 然後加入 嗯嗯嗯 所以變得 壓力很大 就變得這個公司 某種程度 變成你們兩個一起打拚的 一個未來 一個夢想 甚至有沒有可能 你們以後要結婚 然後你們先把這個公司 大家一起努力 把它做起來的感覺 是 對 對 很多的經濟條件 和公司規模 太小了 嗯 沒有辦法 主要是壓力 壓力又大 壓力又大 壓力很大 嗯 嗯 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解脫 一部分要做業務 要接電話 要做客戶服務 一部分要做就是 就是產品會有出很多問題 生產出問題 嗯嗯嗯 然後我還覺得放不下 嗯 我不只要對自己的工作 自己負責對這個公司的存活負責 還要對大陸這個女朋友負責 嗯嗯嗯 所以我在這些責任上面 我覺得 直覺的越來越來越重 很ㄍㄟ 對 後來我想說 只有我生了一場重病 而且要很重的病 我才覺得 這才是我能夠放下的 時候 這麼辛苦的日子大概持續多久 三年 我那時候 開始頭痛 長期的頭痛 筋頸痠痛 嗯 還有 就是眼睛痛 看到一目就痛 嗯 最後就開始發燒 嗯 燒了一個月 都高燒不退 是 甚至有時候 輕輕的碰了一下 就出現雪塊 嗯 雨晴 後來媽媽看到我 看到我發燒 就上來台北 嗯 就帶我去看醫生 可是媽媽看不下去 對 嗯 我到醫院一掛急診 抽個雪 他們就驗出我是血癌了 天啊 是 那時候我就覺得 欸神聽我的禱告 讓我解脫 你是這樣的想法喔 我那時候的 心裡頭你沒有害怕 沒有 我那時候真的是 就是期待有一件事情 可以讓我放鬆放下 然後把其他的事情 有一個合理的藉口 嗯 不用再去理會 嗯 就是好像讓我等到一樣 因為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先面對 我可以拒絕接任何的電話 任何的業務可以停擺 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先推開來 因為我生病了 終於有一個 好像很明確 可以讓我停下來的理由 對 然後 生病的時候 第一血癌 其實對我來說 不是很嚴重的肉體疼痛 嗯嗯嗯 雖然疾病血液所有的狀況 是很嚴重的 甚至其實 醫生那時候告訴我說 這是 疾性骨髓性白血病 嗯 他說 如果沒有即時就醫的話 活不了三個月 嗯嗯嗯 所以我也覺得即時就醫 是神的拯救 嗯 還有 解脫那個環境 就是 那個壓力的環境 對我是 真的極大的拯救 嗯 神出手 我一住院我不用看電腦 本來在肩頸 眼睛都快要睜不開了 我才住院三天 不用工作那個壓力 就全都好了 嗯 其實血癌是跟壓力 免疫力非常有關係的 真的 結束了艱辛的化療行程 和骨髓移植手術 陳兆光大病出獄後 刻意用不斷旅行和進修 來填滿生活 想暫時跳脫 充滿不確定的未來 藉以沉澱自我 也因為那樣子的生病的緣故 所以她在那段期間 我說她是一個 很有憐憫的弟兄 她覺得她也不是很想要 耽誤這位姐妹 特別是這樣一個 遠距離的戀愛 甚至是海峽兩岸 不知道明天會如何 的這樣一個生命狀態 所以我記得她那個時候 她其實是把那段感情 是暫時先放下來 其實我也擔心她五年後復發 五年內復發 所以我就一直在算 然後終於過了五年了 好像就 好像就算是康復了吧 就比較 我覺得她有點太 太釋懷了 覺得有點不滿 為什麼要這麼釋懷 她應該要稍微 稍微 難過一點 我每次去看她 她都 很陽光 真的很陽光 那最難過的應該是我媽媽 然後其他人就其次 像我就其次 那她好像是最陽光 我覺得說 欸不行喔 不能這樣子 你應該要稍微 稍微那個 如臨大敵一點 但是我想她 她 私底下她應該是 很深刻 只是她 她這個個性就是 不想要讓家人 擔心或者不想要感染家人 可能我才是這樣子 經過了三年 沒日沒夜的工作 張光自己覺得很不對勁 很想停下來 停不下來 最後 跟神禱告 說 可不可以讓我停下來 真的讓她生一場大病 可是這病真的不好處理 你住進到醫院後來要必須 因為她是血癌嘛 她不是開刀嗎 可以切除患部 先來處理 所以她應該 你是什麼治療的 化療 要透過化療 而且醫生很明確告訴我說 我的標記是一個 比較嚴重的一個 癌細胞標記 一定要透過骨髓移植 所以我做了三次化療 還有最後一次骨髓移植前的 就是比較嚴重的化療 之後再做骨髓移植 一般就是從骨髓治療庫配對 如果有家人的話 那配對機率會高一點 結果我還很幸運 我們家人 我還有四個兄弟姐妹 全部都合欸 喔 哇 後來我的哥哥捐骨髓給我 他捐骨髓也付出很大的代價 他要承受就是在他後面的骨髓 扎數十個洞 而且要扎到骨髓 抽骨髓移出來 好痛喔 聽起來 而且抽1000cc 天哪 其實這個病的癒後狀況好嗎 就是在你治療過程當中也認識一些病友什麼的 對 我周圍的人其實很多每一關 從第一次化療第二次化療 甚至有的還沒有到骨髓移植 甚至骨髓移植之後其實會有急性排斥期 慢性排斥期 慢性的有的是要跟一輩子的 所以每一關都有人過世 而且機率非常的高 這個過程會帶給你一些衝擊 我們同病房的都很喜歡把自己的醫生講給對方聽 所以我們其實很密切都在隔壁床 就會講很多心理話 有革命情感的一起面對要fight的這個疾病 真的是 所以在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知道身邊有你的戰友 是 離開了 我覺得那個衝擊是會很大的 而且每一關每一次化療遇到不同的戰友 會分享不同階段的狀況 是 然後 比我先進的學長 他就告訴我 譬如說之後會遇到什麼狀況 比我還要晚進來的 我都很樂觀很健康 所以護士都會邀請我到別的床 去給新來的病人 或者說要新裝人工血管的做一些安慰 做一些獎金 給他們做一些心前教育的感覺 對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分享很棒的價值 其實我就 其實我住院的時候 然後 我除了得到神讓我解脫這樣的壓力 我還有一部分的祝福是神賜下一個平安在我的心裡 我很明確的在住院第三天的時候 神就讓我知道我的病不會有事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祝福 因為心裡的壓力和我那時候肉體的痠痛眼睛 這個三天之內都解決的時候 神放了一個平安在我的心裡 然後我就拿這樣的平安去對所有的家屬病友 甚至醫生護士他們都看到我就是很喜樂的心的對談 然後面對 所以碰到你的戰友離開 你知道這個消息 然後被衝擊到情緒也低落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或是信仰怎麼幫助你嗎 會 其實我有常常告訴我的病友講說 其實我們我有信仰的 我知道有一位神 祂才是主宰我們生命的所有的氣息 然後我也會為他們禱告 其實以我現在角度覺得 這還不夠幫助他們 但在那個階段 你自己感受你的信仰因為生病的關係 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樣的體會 有 我真的很感謝神那個平安的確聚住進來的時候 那整個面對的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一年半公司就是完全暫停了 對 因為等於一人公司了幾乎 對 那離開醫院療程告一個段落之後 我 還回去嗎 好會脫離那樣的生活 其實公司一直在 就是只是暫時營運 而且那時候大陸的女朋友也還在 他非常擔心他並沒有辦法來台灣 所以後來嘗試的跟大陸的女朋友 看有沒有機會結婚 但是後來也因為就是 可能因為我那時候的病 還有對方的家人 還有我們遠距離的不夠真實的相處 也都沒這樣的信心 後來也這樣僵持了大概一年半 我們就分開來了 分開來了 當然他後來離開是因為他有了對象 然後他能夠有他的幸福 你不會覺得很被震撼 其實這是兩面的 這是兩面的 其實一部分 我當然希望我能夠帶給他的好 能夠成就我們能夠在一起 我的某些願景 但是我真正的還是希望他好 他幸福 其實我們這一年半最後 就是其實也磨耗很久了 我其實有三次 嘗試著去做兩岸結婚的動作 會覺得一場空嗎 其實他有對象的話 或者他能夠找到他的路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安危 因為他一直處在憂愁憂鬱 然後兩邊僵耗著走不出來的話 因為我有我的狀態 我的病情 然後我們要面對的就是兩岸要 他要過來 所以有很多就是 實際上的困難 彼此也不夠堅定有信心 所以雖然也是花一些時間釋放 但我也透過就是 透過稍微旅行 然後甚至 甚至就是 去轉移自己這種惆悵遺憾的情緒 對 甚至我就跑去念書 念研究所 對 其實我那時候其實不太有能力 過一個新生命的生活 甚至覺得 我現在其實是 不是神要給我的樣式 是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過即時 抒壓或喜樂的生活 哈嘍 到了 今天 來了 剛剛好 現在正要開始 要帶進來 因為病友接連過世的衝擊 讓陳昭光反思人生意義 也在教會目睹弟兄姊妹生命的翻轉和容昧 讓他決心告別 過去消極隨心所欲的生活方式 當我們有一段時間沒有接觸的時候 反而昭光在一個新的教會的 受造的過程中裡面 他重新再去裝備自己 而把神在他身上的那個痕跡 放在外面 變成在生命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印記 而然讓我們在他身上 看到神的容美在他身上 像他有一塊 是他一直沒辦法克服的 就是他每天都要到凌晨兩三點以後 他才願意睡覺 可是如果來教會參加陳更 你凌晨兩三點睡覺 那你基本上要六點爬起來 因為六點半要來教會 所以你睡的時間太短 但他後來為了就是說 為了想要跟隨主 因為他看到原來關鍵時候 我們要把福音傳給人 不是光憑你嘴巴而已 你必須跟神有個親密的關係 而且你要付代價跟隨主 所以當他知道這個不一樣以後 他開始在付這個代價 然後對他來講 要兩點以前睡覺 那是很困難的 但我看到他努力的在改變 所以我看到他的改變是 他居然開始參加陳更 本來是一個禮拜一次 或者甚至一個月可能來一次 但是他越來越付代價 甚至每天都來 他對他所參與的教會的那種 忠誠熱忱 其實是好像是後來沮喪 感覺上 其實我很羨慕他那樣子 你問話跟弟弟說 真是上帝的節奏 上帝的節奏 我們有一天見到我們的爸爸 他一定會非常非常非常的安慰 而且是以你為榮這樣 療程結束了 身體慢慢恢復健康 但這時候感情生活 又碰到了另外一個狀況 必須要學習放下 這其實對教官來說 又是另外一個新的階段 所以後來這段感情等於結束了 你也是算祝福對方 可是自己的心情 還是必須去面對去調整 所以之後的生活大概怎麼樣 你有另外工作嗎 還是公司又開始重新啟動嗎 是我之後就 就開始把我設計的產品 去做國際貿易 其實國際貿易需要去展覽嘛 我有時候也會透過展覽去旅行一下 去玩 對去一些北京啊 內蒙古啊 香港啊 然後有的朋友在澳洲 所以我會藉由探訪啊 或者說是旅行的方式 讓自己就是熱愛在不同的環境的轉換 身體狀況如何 能夠應付得了嗎 我的精神體力變得更好 還有我以前小時候會鼻子過敏 結果我換了骨髓 換了我哥哥的骨髓 換了血型 哥哥很健康 對 所以身體變得更好 嗯 可以讓你這樣四處旅行 同時拓展一些你的業務 然後你還讀書喔 對我還跑去讀就是讀研究所 哦 後來還再去念一個建築設計 哇 然後你還做很多很特別的運動 是不是 登山啊 露營啊 哦 我剛有看到一些露營的照片 還有我會做一些 也不算極限運動 就是只是去塑溪 哦塑溪 我很喜歡游泳 喜歡攀爬啊 對 喜歡團體一起去挑戰 嗯 我用自己的方式去紓壓 嗯 讓自己的方式去過 以前覺得很有壓力 但是現在要用放鬆的方式 或者享受生活的方式 的生活 嗯 我可以看著高山有一朵雲在那裡 我就馬上開車 上山領 陽明山啊 哦 對 我就即時行樂行的 哦 完全不同的生活樣態耶 跟以前那種陀螺轉 每日每夜的 嗯 壓力很大的 因為變成沒有員工了 就我自己一個人的 就很自己了 對 對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 其實不太有能力 過一個新生命的生活 就是很開心嘛 我怎麼玩 我現在看到什麼 我想去哪裡這樣子 但是不去思考 這背後可能會付出什麼代價 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危險 就是不想為那個壓力 承擔責任 對 開心就好這樣子 嗯 我其實心裡知道神拯救我 嗯 甚至覺得我現在其實是 不是神要給我的樣式 嗯 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過即時 紓壓或喜樂的生活 嗯 雖然在朋友同儕中間 大家覺得 你很開心 嗯 自由自在 對 但是其實我知道這也是對 沒有對我的生命負責 沒有對神 讓我各樣的遭遇負責 嗯 然後我依然晚睡 嗯 我很晚睡 我一直以來都 都兩點以後才睡覺 那那個時間你都持續聚會嗎 嗯 那時候其實有 我禮拜天的時候都會去教會 嗯 但是是做一個潛水的教會的基督徒 嗯 就是在那裡聚完會以後就離開 反對離開 其實我自己知道我這樣的生活 和這樣的樣式 是不合他的心意和他的期待 那後來怎麼樣出現狀變 後來 後來其實 有一次 覺得肝會痛 有點不舒服 然後 醫生就幫我安排一個 安排一個肝臟的超音波 我記得那天禮拜五 我去找我的醫生的時候 他看的時候也是有點訝異 他覺得 欸怎麼會肝 跑出一個奇怪的一個 一個腫塊 我那時候其實 其實神提醒我很久了 我熬夜 然後 我就是 沒有善待自己的身體 沒有做一個和神心意的生活 自已而為的旅行 然後即時行樂 嗯 我覺得這是神提醒到的 嗯 我其實很 很 很絕望 然後很擔憂 醫生告訴我說 沒關係 我們會再安排進一步的斷層掃描 嗯 然後我們之後怎麼治療 會 會再通知我 於是我禮拜五回來了以後 其實我隔天還有一個塑溪的行程 嗯 我還是照樣參加了 嗯 然後在塑溪的時候 那天也是經過了一個大雨 嗯 所以吸水很暴漲 嗯 吸流很強 我們上塑大概一段路以後 我們就決定要撤離開來了 有一個小男生 他就掉到瀑布下面的時候 其實瀑布會造成一個很強的吸 吸到水裡的漩渦 他就被吸下去了 對 那時候 那我 我有救生員執照 後來我就當然不讓 我就從 從比較下游的地方游上去 我就往 往漩渦的地方去游 然後再潛到水裡去把它抓住 抓住 但是漩渦真的太強了 嗯 其實我跟他一起游 是游不出來的 嗯 我試圖就是往瀑布 漩渦的外面游 游不出來 嗯 但是 我其實知道 就是 這是神給我的機會 也不叫機會 就是 我那時候的狀態就是跟神 講說 我 最後的成就就是 我至少要把 換得 換得他的命 嗯 然後我覺得我就是被 吸到漩渦的底下 開始 在那段時間 時間被拉得很長 我跟神在水裡有很長的一個對話 我一開始是先 先感受到我的一生的價值 嗯 神用一個很全向式的方式 讓我看到 並不是用一生的跑馬燈 但是 但是一個我生命的定義 然後我確實感受到 我其實並沒有活出神的樣式 嗯 他拯救我那麼多次 嗯 然後我其實我也覺得 我的靈裡面 我的心裡面是在哭的 嗯 但是神也在水裡安慰我 我聽到一個意念的聲音 他要告訴我說 你是我的愛子 你是我所喜悅的 嗯 我其實有得到一股榮耀的感覺 但其實是神救了我 神又再次讓我 從另外一處浮上來了 我那時候覺得 我那時候覺得 我不是來救這個小男神 是神來救我 嗯 神再次讓我有個機會 讓我悔改的機會 再次讓我看到我 要過得合神心意 而不是把他放在旁邊 所以在這之後 你有怎麼樣 完全不一樣的轉變嗎 就沒想到看報告的時候 我的斷神小秒造出來的 完全都沒有事情 嗯 嗯嗯 就回復原狀 原本的肝指數也都 沒有問題 都消失了 嗯 之後後來就是有一次 有一個朋友 他帶我來到一間教會的一個聚會 我看到他們每一個人的每一周 因為他們分享當周的事情 每個人都見證他 神在他當周 帶領他 祷告的回應 然後他的所有的 他所有的遇見以及看見 都是神讓他遇見的每一個遭遇 我一看到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生命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跟神這樣子的親密的關係 跟神有這樣親密的互動 所以我就開始想要認識教會 想要跟這樣的小組 想要跟他們在一起 嗯嗯嗯 所以我就 我就換到這個教會 嗯 然後從他們的教導裡面 我在看到 就是該怎麼樣 跟神過出一等一的親密的生活 嗯 除了 讀經禱告 還要 就是跟神同步 跟神同步要有聖靈的同在 就是把每一件小事情都交托給神 甚至是詢問是否合神的心意 嗯 就不會在我每一次就是 想要過自己的活 自己的享樂 所以今天透過你這樣子的一路走來 這樣點點第一的分享 你最後有沒有要給我們觀眾朋友 一些鼓勵的話 我過去這些戰友都過世的時候 常常讓我想到就是搶救雷恩大兵 嗯 我跟這些戰友一起 我們一起走一條路 最後能夠得到了生存 但是卻一個一個戰敗了死亡了 我要為為活著的人 就是感受到紀念我現在還存活著 所以我對我的存活的價值和意義 要很看重 而價值和意義其實 從基督信仰裡面真的是 耶穌的拯救還有耶穌的愛 還有祂希望我在生命裡面 該怎麼活 但是該怎麼活 如果不跟神有親民的關係的話 就是過自己的活 今天在你的故事當中 一直重複聽到的是 神怎麼樣永遠不離奇我們 就我們在我們自己以為的道路上 走著自己以為好的路 但實際上可能是離神越來越遠的時候 神從來都沒有離奇過任憑我們 當祂愛我們 你說你那個意念進來 我是神所喜悅的 我是神的愛子 當祂愛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確據 你就知道說幾次 祂都是就是把你 再從你自以為的那個路 再帶回來 再帶回來 三番兩次的那個神的愛 我覺得是在你今天的分享當中 讓我最感動的 是 謝謝 謝謝你今天的分享 謝謝 朋友們你聽到昭光的分享見證 你真的會發現他是一個充滿了創意 而且是一個非常有熱情的年輕人 他是一個發明家 但是他成長的一個過程裡面 是一直是迷失的 他找不到方向 所以當他出來工作的時候 他用不斷的努力打拼 想要成功 所以他把所有的力量精神 都用在工作上面 不斷的工作在工作 是希望他可以成功 可是就在那個時候 他生病了 而且他不是只是一般的生病 他是得了癌症 以至於他的工作要停頓下來 甚至已經論及婚嫁的關係 也需要放手 所以在這個時候 雖然他後來病好了 可是他人生已經失去方向 他從一個極端的努力 進到另外一個極端的放逐 因為他不曉得 他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努力 而且為什麼還要努力 也就在這個時候 他再一次的找到信仰 信仰再一次對他說話 讓他對人生重新有一個認識 他重新再一次的 把他的人生的次序排列清楚 朋友們 我們在找尋方向的時候 很多時候不是透過努力 或者是放逐來找到方向的 我們其實是需要有信仰來幫助我們 信仰來對我們說話 讓我們知道說我們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怎麼樣子來看待我們自己 我們怎麼樣子來看待我們的人生 所以如果你沒有特別的一個方向 或者是你一直在摸索 總是覺得是說找不到出路 朋友們我就邀請你 跟我一起來祷告 我相信今天的見證是對你而說的 你是否願意試試看 來邀請這位神 神進到你的生命裡面來 祂可以告訴你 人生的方向是在哪裡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天父 謝謝主你讓我們聽到今天 這樣子的一個見證 讓我們知道說 人在尋找方向 很多時候靠自己是找不到的 但是主你就像那個燈塔一樣 主你指明我們的方向 你告訴我們光是在哪裡 孩子要對特別許多 現在人生非常的迷惘彷徨的 朋友們來祷告 主啊透過今天這樣的一個見證 主你可以對每一個人來說話 主當我們願意向你敞開的時候 主你仍舊可以進到我們的裡面 再一次的指引我們 對我們說話 讓我們知道目標是在哪裡 謝謝主 你總是垂聽我們的禱告 我們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 親愛的朋友們 願上帝大大的赐福於您 我們說的 對父母很高的 發展庭 祈禱 刺激 如果您的父母 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